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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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乔治出生后 两人却开始整天吵架 最后男主人在暴打了女主人一顿后离家出走 乔治也在几年后死去 女主人则一直待在城堡里郁郁而终 从此这间城堡就开始闹鬼 乔治的哭声经常在深夜回响 女主人当年遣散仆人时 管家才刚来 对这里的事知之甚少 所以避免了被遣散 为了探寻这里的秘密 韦斯特带着女儿莉莉四处乱逛 莉莉虽然是个盲人 但闲也是闲着 多了解一下城堡也没啥坏处 韦斯特正在查看上任家主的照片时 莉莉却被一阵怪声吸引 原来怪声是这里的小黄猫发出来的 在猫的单脸下 莉莉来到了城堡最下层的监牢里 由于看不见的缘故 莉莉无法确定猫的位置 随后莉莉被韦斯特叫走 而那只小猫则被牢里关押的怪物活吞 吃下小猫后怪物终于有了力气 她不顾疼痛咬断自己的手指 使手掌从手料中顺利传过摆脱束缚 莉莉刚才进牢房时不小心摔伤了腿 妻子和韦斯特的关系因此变得更加恶劣 两人都认为对方没有看好莉莉 但是他们不知道 牢里的怪物此时已经通过身体冲撞 逃出牢房来到了一楼 她似乎是无法接受自己的样貌 刚照完镜子就立刻把镜子打碎 巨大的声响引来了韦斯特一家 不过怪物已经离去 莉莉很纳闷 难道这栋城堡里还有其他人 深夜怪物偷偷潜入了莉莉的房间 她本想对莉莉不轨 幸好莉莉及时清醒 通过尖叫将怪物吓跑 得知城堡里真的有陌生人后 韦斯特立刻拿起木棍四处寻找 很快她就发现了曾经关押着怪物的地下监牢 监牢内有多个房间 这些房间里还有不少前任家主的信息 甚至还有韦斯特儿子的照片 为了查出怪物的所在 韦斯特叫来了警察 然而警察因为证据不足 拒绝了韦斯特搜查城堡的请求 还说哭声来自于林子里的动物 无奈韦斯特只能证明给妻子看 可谁知儿子的照片竟不翼而飞 妻子以为韦斯特是压力太大而产生了幻觉 因此有些愧疚 不过这都是韦斯特自找的 妻子并不打算就这样与韦斯特和好 韦斯特崩溃不已 发疯似的跑到了城堡顶部 她想就这样一死了之 但又鼓不起勇气 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气 韦斯特来到了小镇酒馆 在这里认识了妓女提娜 韦斯特本想与提娜来场天人之战 但却总感觉有人在暗处盯着他们 所以这场战斗便不了了之 提娜走后怪物终于现身 他拿走了韦斯特的酒瓶 用这个酒瓶将提娜打晕 带到了牢房里 警察小光是提娜的爱慕者 提娜彻意未归使他非常担心 得知提娜来过城堡后 小光立刻找到了韦斯特 韦斯特本想和妻子解释 但根本说不清 同一时间提娜因为拒绝与怪物交配 而遭到了怪物的虐待 很快管家就发现了提娜的提包 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执事 执事此时已经知道了韦斯特的事 如果提包落到警察手上 韦斯特就不得不为提娜的失踪负责 想要摆脱嫌疑 韦斯特就必须支付执事一定的好处费 不然执事就将提包交给警方 可谁知 管家却因为听到叫声而找到了提娜 怪物见此第一时间躲了起来 然后找机会用铁链将管家直接带走 此时韦斯特已经因为提娜的失踪 而变成了嫌疑犯 要不了多久警察就会找到他 妻子拒绝为韦斯特提供任何帮助 并且还打算走 但没想到警察却不让他离开这里 毕竟他是嫌疑犯的妻子 韦斯特为了自证 只能挖出乔治的棺材 证明乔治没死 城堡里的确还有其他的人 然而警察却不知道 韦斯特在说什么 强行将他带走 紧接着众人又发现了提娜和管家的尸体 这下韦斯特直接从嫌疑人升级 变成了变态杀人魔 由于还有法律程序要走 妻子和莉莉还得在这里待上一晚 很快负责看守的警察也成了怪物的目标 被怪物偷袭秒杀 另一名警察见同伴迟迟未归 于是便主动寻找 可谁知怪物出奇的狡猾 通过偷袭又将这名警察带走 外面的雷声盖住了警察的惨叫 妻子和莉莉什么也没听到 杀完这两名警察后 怪物又盯上了妻子 他通过偷袭将妻子打晕 紧接着怪物又利用莉莉看不见这点 将莉莉强行掳走 幸好妻子及时被叫声吵醒 同时他又发现了警察的尸体 这才知道韦斯特之前说的都是真的 此时韦斯特因为拒绝合作而遭到了警察的毒打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能选择逃出警局 另一边 妻子赶到地下监牢 找到了怪物和莉莉 他通过示弱让怪物放松警惕 然后看准时机 用刀将怪物中创 顺利将莉莉救下 怪物恼羞成怒 发誓要将两人碎尸万段 关键时刻 怪物突然被地上的鞭子吸引 忍不住回忆起了自己的痛苦往事 原来怪物的真实身份尽是乔治 韦斯特的父亲就是城堡的上任主人 当年老韦与女主人结婚后生下了乔治 结果没想到乔治天生畸形 长得如同怪物一般 夫妻二人都认为这是对方的错 所以天天吵架 一次老韦在盛怒之下将女主人打伤 然后抛弃妻子逃离了城堡 女主人认为乔治是自己痛苦的源头 所以把火都发在了乔治身上 经常鞭打虐待乔治 对外则宣称乔治早已死去 这几十年来乔治活得连畜生都不如 直到女主人去世 多年的悲惨遭遇 让乔治变得不仁不轨 连性格也变得残忍无情 妻子和莉莉无路可走 被乔治逼上了绝境 关键时刻 韦斯特赶到与乔治展开了大战 乔治不通过偷袭的话 战斗力实在有限 毕竟被关押了几十年 不过凭借着手料 他还是能与韦斯特斗上一斗 甚至站到上风 韦斯特见妻子和莉莉有危险 一怒之下带上手料 从城堡顶部跳下 带着乔治跳楼 与乔治同归于尽 妻子见此终于原谅了韦斯特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少雷 咱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